锦衣画画音66,嗨嗨怕怕慌慌张张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 01,嗨嗨怕怕 43集路易晕倒惊吓着急 01到了以后,惊吓刚刚在战场上看到路易晕倒的慌张缓解了许多,但还是非常非常着急 她的大人,怎么就晕倒了,怎么还流了这么多血,要不要紧啊,会不会出什么事 大人之前本来就有伤,这次的伤会不会牵动了以前的伤 今夏坐立不安,缠着01想问个明白 盖叔在一旁不以为然地说大人全虚全尾睡得还挺香 今夏可不一,大人的脸这么苍白,怎么会没事 01说着还好,今夏仍然不幸,大人都这样了,一世不是有什么地方瞒着自己 01咧咧嘴笑了笑,这小丫头,真的满心满眼都是她的情郎 王解释道 因为她长途奔波,太累了,当然就睡着了 睡着了,今夏慢慢扶下身子看大人 原来是睡着了,大人的眉眼可真好看 睡着了也那么好看,她的焦急终于缓解了 脸上绽开了笑意 01开着玩笑说不幸的话就把陆大人叫醒 今夏连忙拦着01 当然相信了,既然大人是累了,就让她好好睡吧 今夏支开了01和盖叔,坐在了陆一身边 太好了,原来只是累了,幸好只是累了 那就好好睡吧,我会在你身边,一直一直陪着你 02,慌慌张张,婚后乱入小剧场 一,快给金夏看看,她到底怎么了,怀个孕怎么这么危险 早知道就不要这孩子了,我只要她好好的 陆一带着哭腔 林毅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慌张的陆毅 以前她也有着急的时候,比如在风里奥今夏病危的时刻 在京城岩师凡虐待今夏的时刻 以及上一次今夏接连几天呕吐的时刻 但她大多数时候都是克制隐忍的 难得见到像今天这样慌张 不过也能理解,一个月前刚刚因为呕吐了几天知道今夏有了身孕 如今的今夏又开始时不时昏迷 特别是今天,居然吃着饭就晕过去了 也难怪陆毅急成这样 只不过,这个昏迷猫,其实,她只是太困了 林毅笑着说 怎么会,因为她怀孕了,现在比以前都睡得早很多 陆毅还是满脸惊恐 林毅听懂了比以前睡得早很多背后的意思 一时有些无言以对,不过看着陆毅急成那样 还是耐心地给她解释 有身孕后,女子会有不同的变化 比如有些人开始试酸试辣 有些人食欲不振或者大增 而有一部分人会特别试睡 今夏大概就是这种体质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 一般孕期到三四月之后 这种反应会缓解很多 怀孕会试睡 陆毅俯下身子去看今夏 原来不是昏迷是睡着了吗 这也太可爱了吧 不信的话,我可以帮你把她叫醒 林毅笑着说 说完觉得这话似乎很熟悉的样子 不不不,谢谢你,我信 陆毅直起身子,急忙给林毅道谢 林毅嘱咐了几句之后 走出了房间 她突然想起了刚刚那句话 曾经也对今夏说过 林毅笑了,今夏这孩子真的太神奇 连陆毅这种冰山也能完全融化成现在的样子 现在真好 曾经她不理解今夏 直到陆毅为了给夏然平反全然不顾及自己的性命 她终于意识到 这个孩子在这场世仇中同样是一个牺牲者 她那么爱今夏 却因为父亲当年的错误不得不痛失所爱 还好,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了 今天看到这样的陆毅 林毅觉得放下仇恨是值得的 这世间的女子 大部分是被附加荡成传宗接代的工具 每天都会有女人因为生产丧蜜 一些人却不以为然 而像陆毅这么克制冷静的人 为了静下居然哭喊着宁愿不要孩子 她是真真把自己的侄女当成一个宝啊 现在细水长流的日子 真的是太幸福了 林毅且笑盈盈地走到大厅 换上等待在那里的盖书 挽着她的手臂 一起离开了陆府 而房间里陆毅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惊吓 原来是睡着了 还好是睡着了 既然困了就多睡一会儿吧 她睡着的样子可真美啊 陆毅俯下身子 吻了吻那红润的唇 突然又触电一般弹开 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 不行不行 还是想点别的事情吧 待会就让庸人给餐桌那里添一把扶手椅 避免惊吓吃着吃着睡着时滑倒 而且还要把椅子拉得离自己近一些 这样方便她可以马上搂住惊吓 她去当差的时候 一定要有人形影不离地跟着惊吓 还要注意什么呢 陆毅一边思考一边盯着惊吓 她怎么这么好看 怀孕让她的脸蛋长了点肉肉 又软又嫩又红润 简直陆毅再次扶下了身子 马上又摇摇脑袋坐直起来 看来最重要的是还要注意克制自己 陆毅默默想着突然有点想哭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